我今天准备出发去房车工厂 然后呢因为我那个发电机电坏了 我想把发电机拆下来 然后我带了一台发电机本田的一个千瓦的 然后一个电线卷管器二十米 一个水管卷管器二十米 然后一个气管卷管器二十米 还带了一堆火车喇叭 好还有一个那个厨房的一个小瓶子 我准备做个厨房的那个 准备做个厨房的一个架子 带过去我就准备出发去房车工厂 好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我想去跟那个房车工厂老板探讨一下 因为我这一趟跑下来以后呢 我发现这个车子还是重了点 就是虽然说它就是一台重卡的市区的一个越野房车 但是我认为这个越野房车有个妙论 就是他们工厂呢 说啊这个车是越野房车 因为要越野 所以说把这个材料啊各方面用的特别扎实 然后呢我们这个车就是它的底盘重量是五点 五点四嘛五点六吨 但是这个整车的我们上排的重量应该是十吨 就相当于有整个上装大概是四点几吨 我现在就想去跟老板探讨一下 就是这个车能不能有可能把它重量再降低一吨 降低一吨或者降低一点半吨 让这个箱子的重量只做到三吨以内 看能不能够实现 假如说这个事能成 那这个车的性能就大幅提升了 我是认为哈 越野房车它有个妙论 妙论在哪里呢 就是房车工厂觉得这个车要去越野 要把强度做的特别好 全部是大方刚焊起来的一个一个架子 然后呢这么重的车 你不可能像越野车那样去走那种急 就是根本就爬不上去的那种路 就是只能走点飞铺装 或者是比较好的那种硬的那种路面 就即便要什么走沙压现车 你哪怕轻点你就脱困也容易点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在网上就会跟人家聊的 就是乌尼默克强啊 乌尼默克牛逼啊 乌尼默克其实乌尼默克跟这个车比 发动机动力小 乌尼默克我们现在国内都是四缸的 219吗 218马力 这个车是290马力 除掉门市桥 就是我们去门市桥 你真的能走到门市桥的那种地方 就全部是大石头啊 或者是每走一下都有可能会 搁到底盘的那种地方 我觉得是几乎是不存在的 所以门市桥对于这个车没有任何优势 我们去越野 其实最好的一个事就是动力储备足够 再来就是说一定要让它轻够轻 这个车一定要够轻 轻了以后 它的能力就变强了 我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说我要今天跟他们老板 我要好好商量一下 看这个事能不能干 能干了我想花钱把我这个车箱子把它拆了 拆了拿来重新做一个 做一个我觉得合适的一个重量 像有些东西 像这个车的发电机有一百零几公斤 包括那个支架 一个大的吊架 这个发动机还有个大电瓶 光这一套就有150公斤 我现在装上去的这个小发电机只有13公斤 然后这卷管器全部架起来 也就二十几公斤 然后你再加个支架加个盒子 顶死五十公斤 对不对 我就光这一项我就能减轻一百公斤 对不对 我还要看车上有哪些地方还可以再减轻重量的 我们都把它全部系统的拉个表格出来 我们做一个加减法 把这个车的重量把它降到极致 降到极致以后呢 我们再去走趟饼叉叉叉 或者走一趟那种非铺装路面去感受一下 看一下这个车轻了这么多以后 他们在路上的能力会不会变得更好 然后呢我现在也在找朋友帮我做氮气减蒸器 包括房箱的 那个左右的这个 它摇摆的阻力器我全部要弄起来 我要把这个车从头到尾 给它全部更新一遍 作为两次和我的 我认为必须这样子才会更牛逼的 一两次把它干出来 所以说呢 我家出发去房车厂把我发电机拆掉 把我这些东西跟他商量一下 看需要花多少钱把它装上去 然后呢我跟老板商量一下 看这个活能不能干 能干要多少钱能干得出来 这就是我的一个愿望 我觉得这个事我得把它做掉 我需要一个非常保温非常好 水电大然后各方面都非常好的一辆车 但是我也需要一辆 这八景能够就是走那种烂路 可以在那赶的时候更好 因为我们你也知道我们前段时间发的片子 我跟升哥去走那些烂路 你就看升哥那个车虽然说 小但是他那个车走那些烂路的性能比我这个车好多了 但是就是有那么一条他的车轻了 他走过去对车的影响小 我这个车重 他每过一个坑 轮子每过一个坑 他的摇摆都会让你这个车你开不快了 所以说呢 我就这个事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个梗 我得去跟老板好好商量一下 假如说这个事能做的话 我想花钱把它做下去 因为就简单嘛 我就要去把这个事用掉 跟他们老板去商量 接着星期五 我就车子开过去 然后我也问了老板 他说这两天他也不回家 我们就在他厂里面 我们好好把这个事探讨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干 好我准备出发了 出发去房车工厂 其实本来回来就该去嘛 床里面挺忙的 回来先嘛 床里面的事先弄一下 弄一下 其实这两天也挺 但是觉得这个事不能再拖了 早点过去吧 然后早点过去 可以了吗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好好好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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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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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个朋友来拉我这车 好久没开这个车了 都好深 有点生疏了 开过这个车 走过丙查查以后 天航 前方路口左转 新路线途径 我换了个佩琪的一个导航 上次那个女孩子 有点太吵了 那天还是 换了多少天呢 坐佩琪还可以 开过这个车 走过丙查查以后呢 其实这个技术真的是得到了一个认可 丙查查应该 丙查查应该是一个越野路段的一个认可证书一样的 说实话 丙查查那个路真的太烂了 太烂了 花我们大概花了十几二十个小时 三百公里那个烂路走出来 而且就两头的风景确实也很快 两头特别是从阳污湖进去的那一段 真的太美了 而且刚好是秋天的那种感觉 还满地的金色太棒了 所以说这个车一定要走出去才好 但是这个车的重量 说实话在路上开没什么感觉 路上开各方面都还可以 就是重心高了点 我在想 假如把水箱做成下沉 是做到油箱边上或者做到油箱的对面 会不会更好 或者是把它做成双的吧 我觉得降低重心和降低重量是同样的重要 降低重心和降低重量是对一个车来说是同样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呢 要去跟他们商量一下看一下这个活能不能干 假如说能够弄的话 我觉得我愿意花钱去把这个事弄一下 这个事就超出我自己能折腾的范子 但是怎么说呢 他们也很专业的 跟他们商量商量 这两天跟老板 忘了给老板带产业了 跟老板好好聊聊天 看一下老板愿不愿意来弄这个事情 好 出发了 我很多年前都在江苏那边工作过两年 在我的心目中就是江浙户马应该都是沿海了 除了经济发达以外 它可能都是比较平的地方 但是我后来 江苏那边是真的很平的 江苏那边好像没什么山吧 我的记忆里面 反正就没有特别大 然后呢 我到浙江来了以后 我就觉得 浙江的路 其实 浙江这边很多 那种七八公里 三四公里 这种大山都很多的 我刚才过了一个洞 叫金华山嘛 就是有七点几年 嗯 其实浙江之前一下义务啊 永康啊 这边 就属于内陆了 就跟温州那边就没法比 温州嘛 沿海 稍微日子还好过点 但是 这边就内陆就不行 内陆就特别穷 然后 我刚到浙江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 那个 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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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个八十年代 那种 那种感激一样的 就觉得很奇怪 应该是一个 经济很发达的地方 怎么会就是说 感觉看到的东西又不是很好 就是那种 我过了西安江的 好 然后 我后来 才知道 就浙江这边 其实 内陆山区这边 特别是靠到 沥水啊 青天那边 就是 真的是 大山 这个车子 到那边 得跟他们好好商量一下 我觉得这个 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一个 技术的提升板 对不对 我们做一台 更好的越野防车 超轻的重量 来满足这个越野防车 能够越野或者是能够 比现有的越野能力更提高 然后 去做做一个这个想 假如这个项目能成 我觉得 他明天的销量 可能都会 有所 就是有所提升 这个 对于他的这个技术 还是有所 就是有帮助的 我愿意去帮助他 愿意跟他一起来搞什么事 就是看老板他 能不能想得通 这个事能不能做 假如能做 对吧 然后呢 我这个妈 又当个实验车 然后嘛 价格上也给我点小优惠 对吧 然后嘛 就 能达成的话 我愿意出来先把这些商量 我说实话 其实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好主能约 我还得再花一遍去 但是 但是 怎么说了 我就想提到一个更好的 一个新能的一个车 这个车呢 走高速度 完全没有提 但是 走到那种越野路段 有感觉他都很笨重 走不快 一方面跟他那种警政的系统也有关系 另外呢 跑不掉的还是一个车主 还是一个车主 假如说这个能够好好的 控制一下 搞一下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蛮有乐趣的一个事情 我就今天 春节啊 或者干嘛的 我就有事做了 我就没事跑过来 跑过来 200多公里嘛 年不月 周末啊 跑过来 看看进度啊 或者是聊聊天啊 还要做什么改进啊 就整个一起 我觉得这个就 太爽了 哎 是希望老板不要给他喝冷水了 下巴又试试看 现在离那个工厂还有四公里 他们这里很方便 就是下了高速就是工厂 下了高速几公里 这个高速公路就 路口就修到他们这边 厂门口很近的地方 我们绕一下就到了 就是好家 还四点多钟就到了 到了吗 跟老板看一下 聊聊天去 真直行 200米后右船 怎么快到了 200米 右船 进入内部路 随后到达目的地附近 到达目的地附近 本次导航结束 我找一下鱼种 我找一下鱼种 这个厂门 一步 主持人 这些东西 打开 很不错 对 帶渦輪增壓的柴油車 最好在熄火之前 還是稍微等它 運轉一下 因為渦輪的溫度還是比較高 好 差不多了 他們這裡展廳開在這裡 要去看一下有什麼新貨 很多人都在一起 很像那個人 我還在一起 都是這些人 對, 他們都在一起 我還在一起 哈哈哈 一般凹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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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五岗凸 还没什么车位 希望能试着啊